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左边肩膀稍微低一点 我叫郑君悦 我是婚纱设计师 当然我也是模特 所以可能就是身兼素质吧 超级合身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调整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 这个呢 是可以拆卸的 层层叠叠的一个效果 就像是你在室内那场的时候 它的灯光就是配合 你们之前说的那种冰雪主题的感觉 然后它就会完全呼应出来 整个效果 好美 会觉得很美 我是宜宾人 但是呢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就跟随父母 他们做生意来到成都 我从很小 意识到我自己很喜欢做 这些手工的东西 玩偶的衣服啊 编织的呀 非常非常的能感到快乐 我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的 中法爱飞 是一个本科的设计师学院 然后会有一年的交换 是在法国这样子 那回到成都以后呢 因为婚纱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吧 最后我就选择了做婚纱设计 那么其实我们的灵感更多时候来自于哪里了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大自然吧 可能是一个树的剪影 也有可能是一片叶子的形状 甚至是一个大自然的配色 我大概从09年就开始有在徒步 直到我发现越野跑这个以后 然后就根本停不下来 我一开始玩越野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朋友他们组队去参加越野赛 差人 然后当我奔跑起来的时候 我能体会到那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我想我有没有可能也自己去尝试一下 第一次30公里到第一次50公里 再到第一次100 最以为奥的比赛 应该是去年在意大利参加的TDG TDG的TOT主编 它是全程有139公里 是全世界最艰难的越野赛之一 然后它整个比赛是在意大利和法国 还有瑞士的交界处 还着阿尔菲斯山脉在旁 它是晚上9点出发的 所以第一天就熬了个通宵 第二天又熬了个通宵 看着一脸不高兴 我不行了 我真的太困了 出现幻觉了 我的幻觉是看到各种那种 金句的脸谱 树根嘛 树根啊 树的形状这些就朝我飞过来 还有就是老人和小孩 大概总共加起来也就是半个小时吧 休息了一下又出去了 但是幻觉没有停啊 所以我找了人结伴 我到最后缓过来了应该是 问自己啊 我为了个啥 真的 没有答案 当时花了四十多个小时 两天两夜 TOT年龄组的冠军 我在穿过人群上台的时候 掌声超级热烈 真的 我觉得那个氛围太好了 因为都没有亚洲女生完成过 肯定是第一个第一笔 也是第一次有中国女性站到了欧洲的奖台上吧 终于了 哈喽 欢迎欢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母其丹呢 是我们国内也非常有名的一个越野女跑者 她这次是专门从上海飞过来找我来定制一个属于她们的婚纱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比赛叫做高丽洞山越野赛 然后在那个赛场上我就遇见了军岳 然后我觉得她是我们所有认识的朋友当中唯一一个就是婚纱设计师 而且是婚纱设计师里面跑得最快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气质比较女王一点 可能我们就往扩形这个方向走一些 因为我觉得我的锁骨特别好 我觉得一字尖 才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就是法式的薄断 我要为她设计一件婚纱 我们刚刚把设计稿出来了 别人觉得越跑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运动 但实际上她的心是很近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很多时候都自己在跟自己相处 我反而觉得我的耐心会更好 我因为这个月月底还有一场比赛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成都第一场100公里 所以好好训练 成都龙泉超百公里 这个是成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举办100公里以上组别的越野散 它的全长是110公里 从金塘大学城出发 跑到龙泉山脉转一圈又回到7点 我们是早上7点出发 然后一般多数人都会跑到凌晨四五点五六点这样子 那甚至可能有一些跑者会跑到第二天中午才回来 我是计划12点前回来这样子 加油 中午三点吗 晚上 三二一 今年第一届有2000多人参加 然后分30 60 103个组织 我们100公里组的话只有200多个选手 无几点中间设了12个 主委会会给每个选手配备一个GPS 那他可以在线上监测到选手到哪个位置了呀 来来来我给你把它放 发型乱了没 没有很帅 好的 这个很重要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阿尔君悦可能天不怕地不怕 不我真的就特别怕这个玻璃栈道 我恐高 麻烦 让一下我恐高不好意思 谢谢 我冬天还是被吓到了 我冬天还是被吓到了 他音效没有关 我吓魂飞魄散 在前 那个深蹲的时候 有一点拉伤 然后所以我今天都控制着速度 不是特别快 树枝树干 石头 你冲得快的话 那个树枝会从你身上打过去 然后还有那个刺 有撞到树 这个地方有大的淤青 太滑了 我们100公里组的话 才有另外一个精英选手 叫大进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 还是觉得把他当做一个竞争对手吧 前面两个 他们是60公里 195公里 在前面 但是估计 后面也不会隔得太远 他咬得很紧 追得非常紧 因为可能他也知道离我很近了 最近的时候我们的距离也就是不到10分钟吧 我一直都是属于那种热身比较慢 前面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 就是我可能跑到40公里啊 30公里 我觉得我就状态就出来了 后面的女士 你有多远 应该挺远的 有点时间 看了吗 2小时 啊 好 快到80多公里的时候 那个应该是有人为的把路标拆掉了 我找不到路标 我就有点泄气了 我在那转转转 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我怎么这么傻子 转圈圈找不到路 没有累到过极限 但是每次崩的都是心态 崩了以后我就放弃 比如说我这次我就是突然我迷路了 我就不想跑了 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特别有拼搏精神的人 然后这一次的话 我就是在赛前我就告诉自己 如果你崩了 你一定不要停 哪怕你是慢慢走 你也不能停 这次我就这样做的 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人生又没有到档可以打 所以我们只能前进啊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就把状态又找回来了 又跑起来 然后到最后我到CP10的时候吧 他们跟我说 你上一个点打卡跟他差15分钟 就是说他追了15分钟回来 就是我很颓废的那段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后面我又加了一点速度 身上很重要 哎化妆呢 走着补妆的时候就想要补好口红 到时候一定是慢慢走过去 这样就是脸脸部表情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会好看一点 但是后来我看那个照片和视频 发现自己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这一次我觉得我是战胜了自己 我挺快的 挺开心的 好看 好看 女神 女王 优雅 特别好 好看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说的那个裙摆 要不你往前面走一个 好 好 好 很喜欢这个裙摆和这个背后的设计 特别喜欢 面料非常的高级 这件衣服的话 它其实可以成为我人生的一个经典 因为我觉得那个瞬间的话 可能所有人都会记得就是我的一个标签和一个特质 它能够把我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每次看到就是我们沟通出来出来的作品 然后就觉得我们每个客人都好美 而且特别是他们嫁给爱情的样子 就是超级的那些 做婚纱呢 可能会让我的整个人更静下来 去享受比较一个浪漫的 安静的 然后一个柔软的自己 那可能跑越野跑就是会看到自己更坚强更有力 然后更爆发的一面 应该是这样说 一个不会跑越野跑的婚纱设计师 是理解不了山野间的浪漫的 成都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做什么的 我觉得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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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我